1,2,3 爱我的人已经没走了 我爱的人他还没有来到 因为从小相识 所以两人的感情是非常的好 并且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对方都有参与 张一珊和杨子一起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并且还一起成为同班同学 可以说这两人真的是太有缘分了 因此两人也曾经传出过不少的绯闻 但是他们的回应表示只是朋友 不过有一次杨子和张一珊一起参加综艺节目 高能少年团食 因为节目组的游戏规则是打电话 选择自己的搭档 而杨子便打电话给张一珊 因为在电话中还用了变声器 所以张一珊并没有听出他的声音 所以他便质问张一珊 你是不是偷偷暗恋我 吓得张一珊标出北京枪表示 那你想选谁 别废话了赶紧的吧 在电话一投的杨子听到这话 竟哈哈大笑不已 张一珊你敢脱鞋吗 三个小时花掉 两个小时是不是垫了垫子在里面 我去垫子 我去垫子脚后跟 不得不说这两人真的是一对欢喜冤家 杨子身边有一个像亲人一样的朋友 张一珊真是不错 他们在一起 经常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快乐 这么多年 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最初的那一份纯洁的友谊 这么多年过去了 张一珊越来越成熟 杨子也越来越女神 两个人之间仿佛还像当初一般互相打打那闹的 挺干扰人家的 为了杨子 可以背叛全世界 挺干扰他的 几个意思啊 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他过生日 然后他又是本命年 对 因为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了 而且从小在一起拍戏 对 又是大学同学 现在又是特别好的朋友 所以这么多年 我们俩差不多在一起认识得有十多年了 有一种美好就是你在闹我在笑 我看着你眼睛里有光 我知道那是你散发的光芒 杨子同心出道 他曾凭借着 加油儿女中小雪这个角色一炮而红 他也正是通过这部剧和演员张一珊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大学毕业后他重新复出娱乐圈 凭借着欢乐送中的傻白甜小蚯影 引得了观众们的喜爱 之后他又和邓伦合作饰演了香蜜 然后圈粉无数 在他事业大红大子的时候 他曾和秦俊杰宣布分手 不过粉丝们还是希望小猴子能够快快乐乐的 之后杨子因为饰演香蜜时和邓伦成为了一对CP 大家都特别期待他们两个能够擦出爱情的火花 这部前不久有网友曾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杨子表白邓伦 还说你就是我生命的全部 之后张一山在下边评论区 at了一下邓伦 还说照顾好小猴子 不过之后杨子就把这句话秒杀了 看来他们两个人已经是情侣关系了吧 作为粉丝的我们坐等吃瓜吧 据说邓伦的初吻还是杨子夺的呢 再加上两人在时隔四年之后 在演穷摇情侣也算是一种缘分了 而对此网友们也是直呼 这个男朋友够格 希望你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